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不過今天教的是理化 因為這個國二第二次段考快要到了 所以呢 教大家一個很快速可以學習 讓你懂這個透鏡成像原理 而且讓你可以答對這些問題的方法 那就像我們之前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我就一再強調 我們要背的東西盡量的少 有很多東西不用背呢 你用邏輯去推論就可以了 透鏡成像感覺起來有一個很複雜的表 如果你們自己有買獎益的話 那你的獎益裡頭會看到一個類似像 這樣的表我們等一下也會去寫 不用背他 這樣子的表呢我們只需要記兩件事情就好了 哪兩件我先寫給你們 然後我們再來說第一件就是 焦點焦點是F知道 焦點的光會跑去無窮遠處 然後無窮遠處的光 怎麼樣會匯聚到焦點上 這是第一件要知道的事情 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件要知道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要知道的事情是 兩倍焦距上的光會跑去兩倍焦距上 然後 他的這個大小會相同 就是他的大小會跟 相的大小會跟物的大小相同 只要知道這兩件事情就好了 那 真的嗎 真的只要知道這兩件事情就可以了嗎 我們現在說明一下這兩件事情 其實也不用背 這個 焦點的光會到無窮遠處 無窮遠處的光會到焦點上 這個是所有良好的 焦面鏡良好的凸透鏡 都要有的特色 附帶一體 我們在這裡說明的是這個 焦面鏡跟凸透鏡的成像 這兩個成像的邏輯是差不多的 那至於這個凸面鏡跟凸透鏡呢 因為他們反正就成虛像 不太愛考 而且也很容易記 那我們就不整理了 良好的焦面鏡或良好的凸透鏡呢 他就要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今天並不是你隨便手上 拿一支湯匙起來 就說這就是焦面鏡 對啦他是焦面鏡啦 可是他不是一個 就是這個題目上 我們會看到的這種 一個我們在題目上看到 焦面鏡的這個圖形 他一定是良好的 焦面鏡 那這個良好的焦面鏡要遵循這個原則 就是 平行光要會匯聚到焦點上 焦點的光要會 發出來之後打到焦面鏡上 要會變成平行光 這樣他才算是合格可以出場的 我們來做一下圖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你看到這三條線就是平行光 那這三條線打到這個焦面鏡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要 因為他是面鏡 所以會進行的是反射 反射的話呢 我們要先取一個 這個叫做切平面好了 也許有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做切線 但是稍微知道就好了 就是這個 切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條直線 我畫現在橘橘這一條 有點看不太出來 改畫綠的 我現在畫的這一條綠綠的這一條線呢 他跟這個弧面只有一個焦點而已 就焦在這一個他打到的這個點 這個就是這個點的切平面 切平面 那這樣子 然後就進行反射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他其實是打在一個平的面上面 只是這個平的面 他的這個面積非常的小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曲線的圖形都可以想像 比如說這個圖形 我可以想像他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直線 我把這每一條直線放大出來都是直的 都不是彎的 我如果這個尺度把它縮到很小很小 可以這麼去想像他 所以今天這一條 這一條平行光打到這個面上面 我想像他打在一個平面上 那於是要做反射 我們要做的一個標準動作就是要去 畫這個 髮線 對不對 知道吧 你要做反射動作 你一定要畫髮線 髮線就是會垂直這個切平面的 這條線就是髮線 可以嗎 這個髮線 好那 然後呢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他的這個 反射線就是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Suppose這一條 紅的 於是這個就是他的反射線 這條也打到了這個 凹面鏡 所以我做圖做快一點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做出他的切平面之後做出他的髮線 髮線都用咖啡色畫 所以這一條也是髮線二號 剛剛就是髮線一號 於是他就會有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於是這個就是他的 反射線然後這條直凳呢更簡單 他的切平面剛好是 垂直的 所以他的髮線剛好就是這一條本身 所以他打過去又彈回來 就好像你在這個 地面地面上拍皮球 拍籃球拍下去他又彈回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反射線也就是他的髮線 所以他的反射線是這一條 那他的髮線也是這一條 他就彈回來這樣子 這個就是反射 這個就是反射 那折射的比較複雜 因為凸透鏡是二次折射 所以 這個我相信各位都有講 你們可以去看講義上做圖 我只是要用利用這個圖 去 跟大家說明 就是平行光打到 面鏡 或等一下的這個凸透鏡上面 一個標準的凹面鏡 要會達成這件事情 或一個標準的凸透鏡要會達成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 平行光 無窮遠處的平行光 打到這個 面鏡上面 會匯聚到焦點 這個點就是他的焦點 然後如果我在焦點 放一個平行 放一個光源 他散出來的光源打到這個面鏡上會全部變成平行光 那 因為這個光有可逆性 所以我這條線可以這樣走過來 就可以這樣走回去 所以我所有的平行光都會匯聚到焦點上 焦點上的光全部散開來打到這個面鏡都會變平行光 就第一件要記著的事情 平行光會跑到焦點上 那焦點的光會變成平行光散出去 第二件事情就是這個 兩倍焦距的光會回到兩倍焦距上 然後大小會相同 為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圖大致上看得出來 這個兩倍焦距的這個位置就是你現在看到 發現他匯聚的這個地方 他剛好就會是 兩倍焦距的位置 我剛才說一個製作優良的透鏡 他的光 平行光要會匯聚到髮線上 其實在製作的時候 他要怎麼知道到時候會發生這件事情 他不是說一直拿平行光照他有沒有 沒有匯聚到修一下修一下 沒有匯聚到 我再修一下 不是 他其實是在做的時候就去抓他的這些切平面 他們的髮線要會匯聚到同一點 那這個點他有一個名詞叫做這個曲率中心 我們沒有要學 就是說他是這一個 這個弧形的想像中的中心 就好像圓的圓心 如果是圓的話 他的切線就會全部過圓心 那這個一個良好的凹面鏡或凸透鏡呢 他的這個所有的切平面髮線都要通過曲率中心 而這個中心要剛好是 兩倍焦距 兩倍焦距他們髮線聚集在這裡的話 他們所平行光打過來 所有的反射線就會全部在焦點上 就是在他一半的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兩點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的透鏡或標準的凹面鏡要有的 那你隨手拿起一支湯匙他不是標準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他來這個 聚光之類的 所以記住這兩件事情然後我們就要來列這個表了 大家來把這個表在你的筆記本上面畫一下 如果你有筆記本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至少拿一張白紙畫一下 這個手有寫過一次 有跟著老師想過一次 就會有那個記憶在 印象 好 我們來看這個表 我們 剛才說我們要記的事情只有兩個 我現在再讓大家看一次 等一下就不看了 無窮遠 焦點上的光會跑去 無窮遠處 就變平行光 平行光會回到焦點上 兩倍焦距的光會跑到兩倍焦距大小相同 附帶一提這個 焦點上的光跑去平行遠 無窮遠處 它就不會成像 那也就它會成一個 超 大 超大超大 但是其實不會成因為太大了 所以不會成像 的這個像 所以它是超級無敵大的 那 無窮遠處到焦點上 就會變成 一點 對嗎 所以 所以列出這個表呢 這邊寫的是這個 物體放置的位置 這邊寫的是像的特徵 像最後會呈在什麼位置 它的大小 它是正力還是導力 它是實像還是虛像 如果你已經寫好了 如果還沒寫好按暫停 先把它寫起來 來了 物體會在什麼位置呢 會在無窮遠處 會在無窮遠處 到兩倍焦距上 也有人說這個叫做兩倍焦距外 那它有可能剛好就在兩倍焦距這個點上 或者它在兩倍焦距到一倍焦距之間 或者它在焦距上 或者它在焦距內 可以嗎 然後 來 剛才說什麼 無窮遠處會到 焦點上 所以這個一定要記喔 焦點會到無窮遠處 對不對 但是它很好記嘛 兩倍焦距到 兩倍焦距上 就這樣 剩下的呢 我們用很簡單的邏輯來推論 先來填大小 剛才有講 無窮遠處會去到焦點上大小剩一點 這個 兩倍焦距到兩倍焦距是這個一樣 相同 那這個 焦點的跑去無窮遠處 它是 我們會講不成像啦 但是它其實就是 整個像會散到 最後看不到它 那我們來把剛才標的這個 這三件事情 很快速的在這個圖上標出來 你們不用畫 會不會畫這個圖呢 其實嚴格說起來 不是 太重要 尤其現在的考試已經不考做這個圖了 那要了解 但是要了解它這個道理 剛才說無窮遠處的光會匯聚到焦點上 所以如果現在有這麼一個無窮遠處的光 它要會匯聚到焦點上 那如果是從焦點發出來的光 它要會跑去無窮遠處 到這裡都沒有問題吧 那如果是 這個 如果是在2F上面的呢 我們畫一支蠟燭 在2F上面的光呢 它成像會跑去 2F處 課本上會畫兩條線來代表它這個光最後匯聚在這裡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最後會呈像在2F處而且大小相同 接著來想想看 用想的就好了 假如說這個就是蠟燭 處在無窮遠處的時候光還是一個點 那現在現在我這個蠟燭慢慢慢慢拉靠近了 我終於到了2F的時候光在 2F上 你呈像在2F上 那這個過程 在我慢慢慢慢拉靠近的這個過程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對不對 它從一個點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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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2F上變成跟原本的蠟燭一樣大的 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覺得它是放大還是縮小的 我們來把它在這裡用圖形標出來 原本是一個點 後來 變成跟原本的 物體就原本那個蠟燭一樣大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它是不是都還比原本那個蠟燭 小 我們在這裡講的放大或縮小 不是我剛才在動的這個動作 怎麼 慢慢慢慢慢慢 你看我這個手 再放大有沒有 再放大 慢慢慢慢再放大 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們講的放大縮小是指說 它現在 停在這裡了 它在2F到無窮遠處之間 在2F處之外 那麼現在它的像 比起它這個蠟燭本身 是 更大還是比較小 那我們會發現 它從一個點 慢慢慢慢變成跟原本一樣大的這個過程中 都會一直比原本的還要小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填的是縮小 對不對 那位置呢 無窮遠處的時候在焦點上 慢慢慢慢拉靠近 後來跑去2F 它這個過程中 總不可能 亂跑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是怎麼樣 從焦點上到2F 就是這個邏輯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記剛才那兩件事 無窮遠處到焦點 焦點到無窮遠處 無窮遠處到焦點就是一個點了 焦點到無窮遠處 就大到不能成像了 2F上的會成像到2F上 而且大小會相同 這個我們就推論出來了 再來想這個 我們先不看圖 那你想想看 我從2F到F 我這個蠟燭在2F上的時候 它所成的像原本在對面的2F上面 對不對 那成的像原本是一樣大的 後來我慢慢 一靠近到一倍焦距的位置上的時候 怎麼樣 它最後要會怎麼樣 散到不能成像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它從這裡放到相同的大小 接著它又會 散得更大 最後不能成像 所以在這裡它是一個 放大的像 那位置呢 2F的時候成像在2F嘛 最後到了F上跑去無窮遠處 所以它的這個位置就是 2F到無窮遠處 對不對 所以先寫到這裡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說我們只需要背兩個東西 那 再來說明一次 再來大家 複習一次 我們甚至可以倒過來想 來我來問你 這個 另外一張 我來問你這個 在凸透鏡成像或 這個情況裡面 我要成一個縮小石像 我要怎麼做 縮小 縮小就是比原本小 但是還不到一個點 跟原本一樣大是2F 無窮遠處的話 就會到一個點 所以它就在 2F到無窮遠處 如果要成放大的石像呢 放大的 放大的話 再把比原本大 卻又還沒有大到 不能成像 所以 2F的時候就會跟原本一樣大 在焦點上會跑去無窮遠處 不能成像 所以它在F到2F之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推論它 那 接著我們來這個 完成這個表的其他部分 那在開始填其他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要多講一點 這個 我們剛剛說 你要記的事情 其實只有兩件 但是其實有三件 我騙了你 深感抱歉 那 第三件事情很簡單 有道理 就是這個實相跟虛相的定義 很多人他其實 沒有真的學懂 透鏡成像 或者是面鏡成像的概念 連實相跟虛相的定義 可能都 不是很清楚 什麼叫做實相 實相就是 光真的有打到那裡 它就會是實相 所以我們檢驗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你拿一張白紙 格在這邊 如果這裡會出現一個影子的 這個就是實相 因為它的光真的過來到這邊了 不是影子啦 就是一個 圖案 你的光真的有亮在這邊亮亮的話 那就是實相 所以實相就是光真的有到那裡 所以我們檢查它的方式 你可以 這個 一樣寫在筆記本上面 謝謝 你檢查的方式你就用紙屏來去呈像就可以了 那虛相呢 虛相就是光 其實 不在那裡 有一個像 在這邊 可是其實光沒有到這邊 那為什麼會有 光沒有到那邊 所以是假的 虛的 虛就是假 假的像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假的像 那這個就是因為 來在這後面寫 因為你有眼 看 注意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虛相會出現 一定 有人用眼睛看 沒有人用眼睛看的 都不會有虛相 因為光不會匯聚到那個點上 你眼睛看到的像 一定是虛相 所以 怎麼樣的像是虛相 比如說我今天拿一根湯匙 我在湯匙裡面看到我自己 請問這個是實相還是虛相 我看到了 它就一定是虛相 我今天看到鏡子 請問鏡子裡面的 我是實相還是虛相 虛相 我今天拿放大鏡看字 好 我看到 我用放大鏡看到 這個底下的字 被我放大了 請問它是實相還是虛相 虛相 可以嗎 眼睛看到的 既然是眼睛看到的像 它最後其實是透過 其實眼睛不會看 是大腦看的 它最後是透過大腦去解讀的 那大腦會把它解讀的比較完美 所以虛相都會正立 其實成像是成導的 可是你的眼睛會把它 你的大腦會把它解釋成正的 那虛相都會正立 而且都會在 這個人的對面 這個人的對面 可以嗎 虛相都會正立 就是說如果有面鏡子的話 你看到的像一定在人的對面 不管它是 面鏡還是透鏡 你看到凸透鏡 你用凸透鏡看東西 你看到的像 比如說你去看字 不管那個字其實是放大還是縮小 你看到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它在 凸透鏡的下面對不對 但是我們剛才的這個成像 剛才的這個成像這樣畫 其實在剛才列的這幾個範圍裡面 它成像都是沉到對面去的 可是你眼睛看的時候會把它看到 這一邊來 所以其實你眼睛看到的 讓你以為的那個像 都不是真的 這個就是我說為什麼 我說眼睛看到的都是虛相 其實成這個 凸透鏡成像 它如果成這個縮小石像 或放大石像 是會呈在你的視網膜上面 沒有錯 但是你大腦最終解讀它的時候 會把它解讀到這一邊來 這個都是假的 懂嗎 所以其實這個 眼睛看到的像 你看到的樣子 都是 虛相 雖然實相會呈在視網膜上 可是你看到的都是虛相 那老師出題目 尤其是大考 他出題目的時候不會出這麼曖昧 所以如果 他今天出了一個這個 成實相的 然後又用眼睛看 到時候人家就會想說 那我到底要說 他是成實相呢 還是我看到那個像是虛相呢 他就乾脆不會這麼出 所以在題目裡面 你看到的 凡事 你在題目裡面看到 用眼睛看的問題 全部成的都是虛相 一個很標準的判斷 除非他特別寫 那用什麼方式來判斷呢 就是這個 你眼睛看到的東西 你大腦一定會把它解讀成在你人的對面 就在鏡子的另外一頭 你去照鏡子的時候 你看到你自己 你是看到 鏡子後面有一個你自己呢 還是 有一個人在你旁邊 沒有那麼懸吧 你用放大鏡看字的時候 你看到的那個字是在放大鏡下面的嗎 那並不是在放大鏡上面 浮在上面 讓你覺得說這個字在放大鏡上面 不是嗎 所以 凡事會在人對面的 用眼睛看成像 在人的對面的 這些都是虛相 然後虛相一定是正利的 虛相一定要眼睛看 實相是光有到那裡的 虛相是光其實沒有到那裡的 所以你看河裡的魚你看到的是 虛相 並不是河裡的魚不會成像 不是 但是你眼睛解讀它的時候 河裡的魚如果它要成像 這個是河 這個是魚 如果它要成像 你把這個 河當成一面鏡子的話 透過這個折射 透過折射呢 會讓你看到這個河裡面的魚 那這個河裡面的魚它如果成像它應該要成在這邊啊 可是你看的時候 你看的時候呢 你看到的魚你是覺得它在 這裡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到的都是假的 你看到的像就一定是虛相 這件事情講明白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補完 這個 這個 所以說在F以內呢 其實它已經比焦距還大了 照道理來說 它已經比焦距還要更裡面了 照道理來說一路放大到最後在焦點上變成平行光就不成像了 到F以內為什麼你還看得到 這個就是它成的就是虛相 那它成的是虛相呢 它這個位置是都可以的 大小就是放大的 所以額外記這個就好了 這個F以內成的是放大的 那我們眼睛看的就是這個 所以凸透鏡叫放大鏡 所以這個也是很好記 放大的然後剛才沒有 寫 把下面補一補 剛才有提到 其實我們如果你有去看課本那個畫線 十像畫出來都是倒的 因為光是走直線的嘛 倒的 倒的 這個就不成像了 不成像就講不上正反 這個是一個點啦 所以其實也說不上是 正的還是倒的 所以 把它畫掉好了 那他們成的都是十像寫一個啦 只有這一個他成的是虛相 然後他是正的 虛 Sorry 這樣我們就把這個表補完了 再很快的複習一次 只要記兩件事情 平行光會匯聚到焦點上 焦點的光會跑去無窮遠處變平行光 所以平行光匯聚到焦點上變一點 焦點光跑去無窮遠處就不能成像 就越大越大到不能成像了 2F的光會跑到2F上面大小會一樣大 剛才有說明了 這兩件事情是 一個標準透鏡或標準凹面鏡 標準凸透鏡或標準凹面鏡的 這個檢驗標準 就他一定要會有這個特色 要不然他不是標準的凸透鏡 我今天隨便拿一塊玻璃有厚度 我說這個都是凸透鏡 的確他的確算是凸透鏡 可是他不是題目裡面講到的凸透鏡 題目裡面講到凸透鏡都是標準的 他會有這一個 這兩這兩件事情一定要成立 既然如此 當你位置在 我們看那個表 你不看圖 自己來想一下 當你位置在F到2F之間的話會呈在哪裡 給你五秒鐘想一下 當你位置在 F到2F之間的時候呢 F的時候應該會呈向到無窮遠處超級無敵大 2F的時候在 2F 然後一樣大 所以在這個之間 F到2F之間 他呈向的位置就要從 無窮遠到2F之間 然後 從超級無敵大的平行光到 一樣大的這個過程 他其實都還是比原本的物體還要來的大 所以F到2F之間 呈向在 2F到無窮遠處 然後是放大的 倒立的 實相 然後在這個 2F到無窮遠 的這段距離裡面呢 這個自己推論一下 他呈向是呈向在這個 F到2F之間 因為無窮遠到F變一點 2F到2F 所以無窮遠到2F的物體 在無窮遠到2F這個過程 他呈向的是 F到2F 然後是縮小 倒立實相 然後在F以內呈向的是放大正立虛相 因為他是用眼睛看的 因為眼睛看的一定都是虛相 眼睛看的大腦會去解讀成正的 那像一定會在你人的對面 這樣子我們就把 透鏡成像這件事情說明完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 看懂這個單元然後就把題目打對 我們今天就站到這裡 再次